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私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掌当中 比较不好的几种手相特点 首先一个手掌过小 在手掌当中 一般看人的整体运势 会从手掌的厚薄色泽 以及他的大小 他的形态来看 如果是一个男人的手掌过小 说明其人夫妻比较浅薄 一般这种手型男人的性格比较内向 不喜欢跟人相处 在工作当中 也只是做完自己的分内的事情 很少跟别人交流 不懂得跟同事和领导之间如何相处 所以朋友和上司 对这种印象比较浅 记不住 甚至记不住他的名字 这个工作一起共事了好几年 不知道他的名字 说明他还是比较失败的 比较不善于跟人相处 很难得到别人的喜爱 所以说任何机遇和提拔的机会 都不会有他们的事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还有就是手纹多 手上纹路比较多杂乱 这种男人一般一生干不成大事 因为手上纹路太多杂乱的话 凌乱不堪的话 使得他们一生当中运势也是坎坷不平 大起大落 这种人在事业上没有敏锐的洞察力 和长远的打算 导致他们只能看眼前的迎头小利 只想过好现在的生活 没有什么积极进取的心态 事业心也不强 暗于现状所以他们的事业会止步不前 即使工作了多年 职位薪水 最初跟最初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手向当中 这个生命线有分支 生命线是手上三大主线之一 在面向 在这个手向当中呢 称为地纹 起于食指跟拇指的这个之间 虎口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低火星球上部 那么这个就是呈现这种弧形 抛物线状态延伸到手腕 掌管一个人的健康和根基 就是说最初的出运 家庭环境等等 早年的运势 那么如果生命线出现分叉 出现这种分叉 或者是往外走 或者往内走 那么这种呢 比较怕事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不会冷静的思考 总是这个没有责任心 微微缩缩的 选择退缩 或者是不敢面对 推卸责任 性格比较懦弱 使得他们在事业上 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并且呢 从小体弱多病 受缘不足 属于破财之下 这是三种门路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提高环境 如果困惑 可以进行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